一群被玉里土地年住的青年 擅长写企画跟服务设计 也蹲点在玉里两年多的时间 并结合了东风自然天然的景致 举办户外参会 赖四季也推出了不同形态 用餐与活动的场域 并结合了这个近期国内旅游 兴盛的热潮 提供游客不同以往的国内旅游模式 一群被玉里土地年住的青年 擅长写企画跟服务设计 蹲点了玉里两年多 看见玉里的美好 结合东风自然天然景致 举办户外参会 四季推出不同形态用餐与活动场域 打造可移动可复制的特色餐桌 户外参会集结东风柚子林 稻米田区河畔旁 铁份瀑布等等 行销我们东风的柑橘类的产业 特别是柚子甜莎橘这一类的 所以我们第一届就用这里专有的 例如像很多很多的柚子栏 很多很多的蹦蹦车 然后去做这样子一个大型的绕境 另外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将游客分散穿梭在东风地区 体验亲自手采 东风柑橘类蔬果的柴果乐 集结东风修区餐食业者的产品 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设定的东西很明确 就是我们希望让以后我们觉得193 其实很适合走中八的数量 所以今天其实是20人乘以3 就是每一批客人他会都是20人左右 然后有三批客人一直在轮流 结合东风特色地区打造可延续性 并且新形态的参助活动 结合近期国内旅游兴盛热潮 提供游客不同于以往的国内旅游模式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